那我自己也是蛮喜欢看一些人物传记的 就是看哪一些比较很厉害的人物写的 或者说他的一些个人经历 或者说他的思想这样子 那我想要请邵强老师 有没有推荐哪一本 比较偏向例如说商业人物传记 这之类的类型的书给我们 坦白讲我不敢说 我对这个其实是外行 不过我自己有读过一本书 我自己觉得还蛮好看的 我不知道这本书现在有没有出 这本书是叫做 富比士百年人物英雄榜 就是他讲的是富比士富豪榜 那些成功创业者的故事 譬如说他有讲的麦当劳创业者 那个时候他是怎么成功的 然后还有讲那个 就是那个摩根纳通 他那个创业者 当初是准备利用华尔街的那些危机 所以崛起了 类似这样子 还有像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广告公司 叫澳美广告吧 对对澳美 奥格威 对他是怎么样成功的 还有那个美林证券 Maria Lynch 他是怎么样 他是在那个经济大恐慌的时候 你家是跟他讲说 这个股票 那个时候股票一片隆紧 可是Maria会演独自 他说这个股票崩盘了 所以说他就先保养元气 他先把业务先收缩 结果后来股票真的崩盘了 美林证券借着那个股票崩盘大肆过张 那我读这些商业故事后 我觉得很有趣 就在说 因为他是一本书 可是他写了好像20个故事吧 而且这些故事 这些企业的创办人都非常有名 譬如他还讲微软创办人的故事 因为这本书稍微比较旧了 所以他企业有些都是百年以上的企业 都是很有名的企业 但是我觉得商业的道理 或人性的道理其实是共通的 就是我看那本书 我觉得原来这个经营者 这个创业者是这样子起家 他的想法 他的思维是这样的 我读这本书我觉得蛮有收货的 甚至我现在在写稿的时候 我还是不是拿来翻译一下 这些经营者或创业者 有没有哪些故事可以拿来用的 我觉得读这本书 对我来说自己是蛮受用的 所以我提前给大家 这本书叫做 《富比式百年人物英雄法》 对大概是这样 就算市面上没有卖图书馆 也可以记得到 可以一次认识很多很多厉害的人物这样 对可以一次认识是蛮多 蛮划算的 当然这样 我也很喜欢这一种 对这本是蛮有趣的 嗯 好啊 我也把它收起来 订到了尾声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 就欢迎订阅下一本读什么 那也可以订阅我的免费电子报 每周都收到最新的读书心得 还有好处进去 那我跟邵翔哥就跟大家说声 拜拜咯 拜拜 好谢谢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